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呢 最近刊登了一项国际十大咖啡之都的评价 结果我们台北榜上有名 这是亚洲唯一入选的城市 但是现在呢 有媒体人在脸书上分享说呢 这个评价其实不是今日美国报做的 而是它引述了旅游网站的一个部落客的文章 虽然当然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但也的确让台湾软实力登上了国际 就有人建议我们的政府呢 与其花好多钱去这个振兴这个什么经济方案 不如花一些小钱邀请国外的部落客写文章 行销台湾 或许可以让台湾民众更有感 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这句金钱广告词现在传片全世界 美国媒体今日美国报评鉴 世界十大咖啡之都 台湾榜上有名 我感觉很香啦 甘甘啊 台湾咖啡国际肯定 业者看好产业愿景 更有不少网友疯狂按赞 台湾靠咖啡杨威国际 不过现在却有这位媒体工作者李一智 在脸书分享 其实这项咖啡评鉴 不是今日美国报做的 他们只是转贴一个名叫 Smarter Travel的旅游网站文章 李一智还有感而发po文 政府花几百亿搞经济振兴方案 不如花几千美金 去买美国部落客的文章啊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很想用几句简单的话 让大家能够了解 光是行政院这个让人跨龙膊的 经济震惊方案广告就花了几百万 但让人民有感的效果 似乎比不上外国媒体 转贴的一篇网站文章 政府该检讨 推销台湾的方法有很多 那现在本来就是一个 媒体非常多元化 资讯爆炸的时代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 更加的活泼多元的方式 来推销台湾 所以各种方式都可以考虑啊 要让人民有感 还得看外国媒体宣传台湾政绩 虽然有点Lots up 但如果真能达到 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效果 或许这也不失为事个 好方法 最近柳姐王正台北采访报道 好方法